而且現在連一些插話都出現了 這是昨天 陽明山花季開幕 就這時候公園處長黃立遠 就跑去台北市長柯文哲旁邊 這樣急急急急 據說他當時是點名了 民進黨的議員許竹華 說他用政治操作的方式 去阻擋杜鵑花的特別預算 然後結果柯文哲當場聽到的時候 脫口就罵了一個叉叉 這樣直接罵出來了 一個字而已 對 一個字 然後這個不幸在旁 因為旁邊很多的媒體都在那邊 這一段居然被人家錄下來了 錄下來之後其實就有點尷尬 尷尬之後就有人跑去問了許竹華 然後結果許竹華就說 我只是幫民眾把關 就需要受到這樣的羞辱嗎 他說你公園處 每年花一億三千萬預算採購花費 2017年編列了826萬 杜鵑花的特別預算 市議會就將預算三到六百萬 並要求未來不再專案編列 杜鵑花預算 這是我的職權範圍 我有理由去做這樣刪除 為什麼因為我三人女預算 就要聽到這樣的一句話 然後結果今天 官員處長黃立遠 趕快跑去議會 去跟許竹華道歉說 昨天的話有疏失 我向議員致歉 他當場也低頭了 然後我跟你講 柯文哲的反應 他的老闆反應 就完全不是這樣 他說官員當道沒尊嚴 說實話還要道歉 他今天去一併可以K到滿頭包 都是我的錯 你明知道是你的錯 他在旁邊看戲 你還是讓他去被K 然後人家去問他說 市長你要不要為私言道歉 他說我私下講話被透露 在哪來講 我哪有辦法 那個場合算私下 這個我看有點見仁見智 因為那個其實是陽明山花季開幕 這應該是公開的場合 那當然也許他們之間私下談話 那可能各方解讀不一樣 然後人家就問他說 是不是因為許竹華 屬於新潮流 你的反應才這麼大 結果他直接回答非常直接 他說你都知道還問 意思就是 就是因為那是新潮流 然後他乾脆直接講 我現在只要聽到那三個字 其實應該大家都知道 就是指新潮流 就過敏了 他們對國家傷害太大 是國家的禍害 現在新潮流已經變成 柯文哲的過敏原 這樣已經過敏的來源 是一個代言者非常可怕 柯文哲跟新潮流之間 嗆到這樣的程度 是一個政治操作嗎 還是他真的覺得 新潮流所作所為 他看不下去了 董姐 柯文哲在幫你打新潮流嗎 新潮流修理科批很久了 這個我們很清澈 當時這就是新 所以剛才回聞說 新潮流是很團結 新潮流等級將民主進步動的所有主員 阿扁也說要用建國基金 我說阿扁也收的建國基金 不得到新潮流這支咖門 你就知道說新潮流的實力有多高 所以他們當時也不懂得說提供一個科批 拿一塊湯在卡丁 結果這塊湯西蒙高湯現在變得... 現在沒什麼湯 這塊湯大尾了 所以新潮流回不當初 所以對科批一直在窮後面前 其實他們是假夢在六千頂的新潮流 我跟委託統計時也有這個問題 我說他不會選 第一他沒本錢能挑戰刷員文 我說的沒本錢只要他聽話而已 我兩個聽話 你跟六千頂兩個人挑戰 對 所以他只有單批 要批不批就選第一 所以他如果是要擺脫電汶餐跟喝家糧 兩個人口口最批 他們兩個一定會批起來 他只有批 接受批 所以你覺得他現在會批 對 我跟你講 兩年要過一路 他一定要接受批 批過他的舞台 最主要不是過他的舞台 他還是聽新潮流的補救 所以他是新潮流在支揮 批之後就是在公告新潮流 這個流派的利益 所以只有這樣批 比較有法度 所以他們當時特派就是說 包括新潮流就是用 六千頂撇全集合 然後用六千頂撇要撇科批 還要撇卸英文 結果不知道什麼事沒問題 撇到六千頂撇先下來 下來了 翻頭現在說什麼台南人 說話沒這麼減 你都要聽好聽話 他就頭到尾都聽話 他如果當時我一路 打起來做得不錯 我們也會學熱 我們人說你做得好我幫你學熱 做得不好我告訴你 你就要減透 你如果減透 你自然市政好就是國家好 你做行政議長你做得好 台南也好 整個中華民國都好 結果你只要聽 現場輕人都要聽好聽話 我就這個人 我在說話比較低 我比較不會跟他說好聽 我不會跟他補 好我就真的說你好 外面我會跟你說你外面 你聽不下去 吃到要吃醋吃一口 吃不到要喝飲料吃一口 你見聽聽聽那五四三 中華不白聽得了到六倍 所以今天下台 照理說你下台之後 你不知道要聽我們的真言 農業口口離別 中言盈利利益行 你不聽 你為什麼要去聽過國文 你說要回去暢農 大農未變正身於喜下之間 要回去暢農結果 你還是又出來上庭 修廷也沒關係 因為你都邊邊新潮流 你要跟修廷 你現在就說我都對你比較爽 跟你講話比較減 我也可以提供 不論這就是 勤奮你們三角頭的道徵 所以你看這樣起來 完全是派黑的道徵 柯批算的那個 不用去決定 那個韓國瑜 一定算的 我跟你們說 他一個洞 一個立洞的 不是一個台面上的 他發動要去吸收黨員 就是說跟他白色力量結成政黨 已經進行各半月了 阻擋的過程已經開始了 已經進行了 當然是沒標台而已 當然你現在問他也說沒有 我跟他說那就是 倒山路去的部分南北中西 都接受 所以大家互相 他甚至那時候說他要來拜訪我 吸收你 不是吸收我就是說 在路他說要去拜訪韓國瑜 當然這是不是這樣說 我們不懂 每天幫我們問 說很簡單 我台南市 我是國民黨的主委 他是收到的市長 路過台南 台積依類 這是我們台人 台貨制度 未來他有機會去看國情的人 他如果說要來我們台南 聽看我們地方的聲音 當然來這裡時客 雄軍不斷敲民臨對不對 立桌也不可以台人 以前那個山台風 你立桌跟拜訪 他就不能跟你相害到 這就是要台貨制度 所以柯比是一個角色 今天你新潮流到特派 他簽成這樣 他也是 人都是有精術的 所以他不是沾對議員的喊談 其實他那個 是在問那個新潮流 他知道是新潮流 在沖槍的 他在掃新潮流 沒辦法對方是流行 所以我是覺得說 發生應該派人去派這個 對一個流行你說這樣 送花去道歉 這是不對 這要送花 要倒欠 是要去發改 當然是你的口頭閃也不在 很多人是這樣問題 但是既然派人去給媒體錄到 你就是要說伯伯 這如果古早人會要求你清門風 你要來清門風 我一個小孩 我是不知道他會嫁人 沒有 以前這個小孩 如果嫁人 我跟他說你是要來清門風 沒人老伯 老伯不幫你算 靠人這樣 你現在是怎樣 我們過去是這樣 你要來清門風 所以不管你是無心及格 優心及格 這個時候你要做這個動作 要去跟他標示 這跟政治沒關係 他議員監督合理 他要把你當有什麼 是他的這種 但是你科比在那裡 聽到惡劇 你不知道旁邊人在幫你錄 好過來 你就去派生門風 所以這要去送花 如果以前是要去簽分簽本能 在門口還去替人解釋 所以我認為這件事 科比不是繁繁支配 他所做的每件事 他都會去化解 但我相信他很快就標態 因為他如果要退到6月 他會比較標態 很多部隊會讓人收費 所以你說到6月之前 就會表態要選總統 他要標態 因為就是看他吸收這些 他的動員 他要吸收 他接觸這些人吸收的速度 現在比較慢 越來越慢 可是他如果沒有標態 會更慢 所以他只要正式宣佈 這個速度就會加快 對 所以他如果要加速 就是他要先標態 標態之後他接吻 因為國民黨跟民進黨 民進黨可能3 4月籌算就辦算 國民黨有可能 賴清哥不要出來算就沒有籌算 不是 立委 立委的籌算 國民黨可能4 5月籌算就算了 所以他的籌筆也就是 沾對這些參加立委籌算 不如意 沒有選到 第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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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問我們這樣看 如果是柯P的勢強 這個6選的 如果2軍會變1軍 2軍會變1軍 如果是柯P的勢力 2軍會變3軍 所以這就是政治局就是這樣 所以他如果越早補術 這些人就越有一個底 如果要去人家 有的人是相腳踏相準 心頭亂分分 兩名要要柯P 兩名要要民進黨 兩名要要柯P 兩名要要國民黨 這種的也有 政治人物也有人 為了他個人 政治生命演習 他也會做這個算盤的計算 所以我認為柯P 他是應該 不能萬一六個下旬 要越早越好 反正他要越早越好 對他的組織的重大 才會有幫忙 是剛剛你感覺 柯P會在6月之前 就提前宣布嗎 不會 他一定要等到 主要藍綠兩黨 確定之後 還要決定他下一步怎麼做 我覺得柯文哲 還是存在著說 可能不選的這個選項 在他心裡面還是有這個選項 為什麼 還是有可能不選 跟可能選 因為我剛剛看兩黨 你這樣子一講 輝文就擔心了 對 要看兩黨 要看兩黨的情況 再來 我覺得今天去道歉 不應該是公務員處長 公務員處長是帶回受過 公務員處長並沒有爆出口 爆出口是柯文哲 柯文哲今天應該是 跟許諸華道歉 公務員處長去這邊鞠躬哈腰 去做個道歉 基本上沒有什麼用 然後柯P還在旁邊說風涼話 所以柯文哲不覺得這個有錯 我覺得重點 現在的民調柯文哲領先 要柯文哲不選是什麼意思 我覺得存在著不選的可能性 我民調領先 可能當總統 我還不選 我覺得我聽到 還有不選的可能性存在 民調第一名的不選 然後後面那幾個罵來罵去 這是什麼選舉 有不選的可能性存在 因為全國性的選舉 其實基本上沒有大家 想像中這麼單純 再來我還是回到這個主題 因為我覺得這是一個 對 滿嚴重的事情 你看你柯文哲這麼熟悉 每次公開場合這麼熟悉的 這種儀式 這種慶典 每一個你只知道你出現的場合 就是公開場合 沒有什麼私下講的 你柯文哲這麼熟悉 每次公開場合這麼熟悉的 這種儀式 這種慶典 每一個你只知道你出現的場合 就是公開場合 沒有什麼私下講的 只要你出現就是公開場合 你跟他講話 難道旁邊圍這麼多記者麥克風 難道聽不見嗎 所以我覺得今天就算他去道歉 他還說公僕難為 今天這該是你柯文哲 去跟許志華道歉 是應該柯文哲去許志華 家裡面門口等他 等他跟他說聲道歉 帶著香菸跟檳榔 是 洗粉絲 我好像剛剛龍介說 要帶香菸跟檳榔 不是說你這個公園處長 公園處長我看他挺委屈 我今天好像在開開記者會的時候 看我這張辦公室門口 我看他這個處長挺委屈 他根本不知道他自己錯在哪裡 他只是把這件事情告訴柯文哲 可是他記錄了柯文哲 但是道歉的是公園處長 有點莫名其妙 就是黑洋做錯事 白洋去受過 這算什麼東西 這算什麼男子和大丈夫 這不是官場文化嗎 柯文哲不是說 他打破官場文化嗎 當然就是因為他打破官場文化 他才支持他 所以今天如果要打破官場文化 他今天就要去跟許志華道歉 早上坐公車先坐到許志華 家門口道歉 再去上班 我覺得這個對柯文哲 是個最基本的要求 我覺得這件事情 其實非常嚴肅 我覺得台北市議會的議長 應該聯合大家要求柯文哲道歉 因為監督預算 是所有議員的天氣 而且柯文哲他向來 很善用鯊魚理論 趕快去轉移交流 這都是因為他是新潮流 但是柯文哲羞辱女性 不是第一次 以前罵成語真說 漂亮女生要去坐櫃檯 然後又提了一大堆說 外配音 對 女生都不化妝 然後外配音 上街下人 對 像貨物進口一樣 我覺得這整件事情 如果柯文哲首都市長的高度 要用這樣的高度 未來還可以選總統 立委員 他這樣民調領先 你看你們國民黨多爛 對不對 其他候選人多爛 蔡總統要加油 你說這樣民調第一名 第一手中還輸到三千票 我這邊還是有意見 所以柯文哲最近還要請議員吃飯 對 我就覺得他沒有道歉之前 我是呼籲大家 他拒絕出席他的餐會 聯合拒絕出席他的餐會 以後你們都不要省預算了 對 都不要省預算了 如果以後誰刪了幾塊錢 他出口叉叉的話 以後誰要去開會 誰要去省預算 我覺得柯文哲最近要請全體議員吃飯 在他沒有道歉之前 我呼籲全體議員拒絕出席 這個世綱當了議員以後 果然是很有官威 但是我要強調一點 公開場合的私底下的對話 是不是直接面對面 直接攻擊你 批評你 是不是把它當成同一個事件 我覺得還是要差別待遇 我當然我強調 我絕對反對 就是講粗話 講髒話 講粗話 都不是一件好事情 但是公開場合的私底下對話 是不是要把它上線上綱到 你要全體議員 那麼要罷審或是什麼 我覺得這一點官威太大了 可以把自己官威稍微善向一點 但是強調一點地方是在於 為什麼就是間接的 因為柯文哲不是對著 這個許舒華議員說 我當著你的面 我罵你髒話 他不是這樣做 他是被旁邊的媒體記者 所踩下來的風 踩下來了以後 人家去問許舒華 問了這樣一件事的時候 就要掉淚 哭 這點我不是很理解 我為什麼會說掉淚 哭 會到這麼嚴重的地步 這點我也不是很理解 當然如果能夠許舒華 能夠更說明清楚一點 我們比較能夠理解 但是我很想要瞭解地方實在於 2017年的預算826萬 是要買杜鵑黃 那麼你砍掉了226萬 那你砍掉226萬的根據是什麼 就是說你為什麼要砍掉 這226萬 你的依據是什麼 你的根據是什麼 就是說為什麼要砍 砍的目的是什麼 還有你是根據什麼來的 因為這些杜鵑花 相當有可能是從陽明山的花農 也可能從文山區的花農那邊 去採購的 那也就是說 對於我們花農本身的 這樣的一個營生 事實上是有幫助的 优优人士 肯定人士